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南韩 这就跟当初南北韩战争的状况 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局面 而且我们今天找到一个史料 当时就一直有传说说 原来打这个抗美援朝朝鲜战役的 是本来东南战区的这个部队 当时本来是训练 是刚刚讲的 当时是术玉训练好 要来攻台的 结果没有想到 因为韩战打了 韩战打了在史达丁的压力下 我不得不把部队 调到了这个北韩 调到了南韩 因为这个地方跟气候不一样 才有所谓的冰凋链 才有很多人死在那里 那只是江湖传说 可现在找到了 毛泽东给当时 整个长津湖战役的 这个首长宋思伦 真的讲得很清楚 这一支部队 真的是要打台湾的 是因为你本来适应江南气候 受不了整个 等于说朝鲜半岛的苦寒之地 抱歉 如果没有寒战的话 台湾大概就有可能 会被中国吃掉 所以你刚刚看到 那个长津湖战役是 本来打台湾的 如果台湾被吃掉的时候 整个第一岛列 大概也完全会挂掉 所以南韩可能 他即使能够打韩战 这些人本来要打台湾的 对 他也打不久 所以这从过去的历史 告诉你什么 韩国跟台湾 本来就是存持相涵 那目前为止 韩国终于认清了这一点 好 那我们讲 为什么这个非常重要 保险你知道 这个尹齐悦 他去日美国国会 山庄演讲之后 他讲了一点 中国所有的人民 都非常不能够接受 现在跟韩国在吵 我就懂了 我看了这个我才懂 当时我们讲 尹西夫干嘛 特别提到长津湖 为什么讲了长津湖 中国的影后中国跳脚 中国不但跳脚 中国又把长津湖 这个片子重新上演一面 长津湖战役是这几年 中国最热血的影片 当时中国人怎么样 一刀一斜打败美国 他们这样宣传 就没想到尹齐悦的说话 不是这样 来看真正的实时是什么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这个军事委员会 这是毛泽东的这个字迹 他写了给宋思伦 宋思伦就是当时的 主战这个长津湖战役的 他说 我跟你讲 宋思伦要回到这个朝鲜的 渡过这个压力这样说 他很难过啊 为什么 因为在当初死了太多太多人了 好 那我们讲 这是这个毛泽东他亲自写的 他说什么 看到这个东线的这个报告 东线战斗报告 我的信息也极度沉重 东线伤亡人数 超过这个约莫是四万人左右 他写四万人左右 然后其中冻死冻伤就有三万人之多 那宋死就三万多人 教训惨痛啊 打伤了我们的元气啊 这是毛泽东亲自写的这个文章 另外一个他就说了什么 这个尤其这个兵团九居江南啊 我们准备训练都是为了解放台湾啊 就没想到在这个所谓的风雪连天 去打仗啊就损伤相当的惨重啊 所以这是毛泽东亲自写的这个文字 在这个地方 他讲说我们本来是为了解放台湾 不是九居江南 现在来到了风雪连天的高寒之地打仗 根本没有准备 对所以他写了这样 所以讲了老半天 中国把长军武吹成这个样子 结果保险事实上现在 毛泽东说教训惨痛啊 对好那我们讲 这个这个战役为什么对中国来说 真的教训惨痛 保险啊中国这几年 如果你看长军武战役里面 最有名的就是兵凋链嘛 他们就说哇 我们中国的军队啊 是这个坚持到最后啊 然后突然 死守到最后一刻 然后去看这些兵 哎以为他们在那边 结果没想到都已经被冻成 这个兵人这样一个状况 保险那这你十几万人 去围困人家一万多人 结果你还最后你被冻死 人家都还可以顺利逃开 所以你说这到底是谁赢谁输 这其实不言可遇的一个状况嘛 好那我们就讲 为什么这个对这个韩国来说 或是台湾来说就是这样 保险韩战爆发的原因是因为金日成 金日成他觉得说 哎我要电一电看 因为当时韩国的军力非常薄弱 他想说我一定可以碾压韩国嘛 所以在这个当时的毛泽 死打脸的要求之下 他就说跟毛泽东说 那我们就打这场战嘛 就毛泽东就支援他 就打了这场战 打了这场战的时候 所以我跟他讲 现在中国是反过来 现在是可能是 中国想要打我们的时候 你觉得他会不会跟北韩一起打 所以当然会嘛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 为什么韩国跟台湾 就是存亡此寒的这个关系 因为北韩跟中国 绝对是完全会联动在一起的 这个状况 而且刚才讲的 你现在在吹嘘说 你打得多漂亮 对 可是那个是用血跟泪跟生命 那个真的死他们惨重 而且给台湾一个很好的教训 当时他们 他其实收编很多国民党的想像 我就知道把你这些国民党的想像 在这个战争把你消耗光 你以为你投降就没事 不 投降就叫你去打仗 投降的都一先到这个南海去打仗 而且很多人 他们就被冻死在这个地方 保健身上 为什么这样说 为什么他们会死那么多人 我们就讲 里面有非常多当然被冻死在那边 冻伤在那个地方 这是真的是这样的状况 但是人家最惨的是什么 因为这部部队 原本是数据训练的这个第九兵 要来打台湾的嘛 九居江南 但是因为1950年那时候 这个毛泽东说要支援这个 这个这个朝鲜战争的时候 他们匆忙的被调到北部去 根本没有准备 所以那他们都很多兵 很多兵都没有毛衣 没有这个所谓免脑就去打仗 打仗的时候 你知道很多人是怎么死的 保健 因为他们长居在江南 很多人冻伤的时候 他们就直接把他丢到炕上去烤 被烤成活冷 活冷被烤死的这个状况 烤死 非常非常多 那甚至还冷到什么 冷到有传言说 他们当时还有吸毒品 才能够控制得住 不然会真的会非常冷 所以他在当时这个环境里面 告诉你什么 中国讲的长津湖之谊 根本就是被尹齐越突破盲场 就说根本不是这样一回事 所以我告诉你 尹齐越这一次 一定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他居然敢提长津湖 那绝对是没有回头路了 中国在骂你的时候 他直接给呛回去了 他说你要报复我是吧 我们在技术还有货物 我们都没有对你进行出口的管制 只要你不要对我们 采取敌对行为的话 彼此互相尊重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提供给你 其实是不止 尹齐越最近的讲话 我给吓死了 以前南韩对中国多么小心谨慎 完全的 比如说把你的小心事后者 不敢让中国生气 可是现在第一个你不敢 你现在不但跑到美国去签署了一个华盛队宣言 你现在不但让二海二的浅舰 可以在南韩釜山港周围可以停泊 另外一讲 当中国在骂你的时候 他直接给呛回去了 对 他威胁你说 我们三个国家要报复你 结果你知道 你觉得怎么回答吗 他说如果你认为说 华盛队宣言不符合这个半岛非核化 那你应该先去把北韩教训一下 而且还说什么 他说你要报复我是吧 我们我们在技术还有货物 我们都没有对你进行出口的管制哦 只要你不要对我们采取敌对行为的话 彼此互相尊重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提供给你哦 所以他其实是 威胁 不只是反向你 他还威胁你 我没有你要报复我 我还没有报复你哦 我都会伺机而动 是中共其实不敢按 就根本就按兵不动 他不敢动你知道吗 然后所以他才会认为 所以俄罗斯的警告是对的 你敢对台海出事情的话 第一个南北韩 韩国 日本 越南 菲律宾 印度 都会伺机而动 是啊 因为全部都是联动在一起嘛 所以你看到他为什么 其实朝鲜半岛跟台海 是联动在一起的 那大家知道 朝鲜半岛跟台海是联动在一起 对 以前韩战的时候不是一样吗 对 军机舰队 然后再来你看到 如果真的北韩动的话 难道台海中印边界不会动吗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 金正恩想要打仗吗 金正恩只是要巩固他的政权而已啊 谁要跟你打仗啊 就跟习近平一样 对嘛 所以他只是要巩固政权 那如果今天一打下去 金正恩政权被消灭掉了 那刚好接狼的 就跟美国直接接狼了 就说南韩直接就跟中国接狼了 不是吗 所以你看到其实南韩 现在以席院其实吃定了中国 为什么吃定中国 以席院吃定中国 他去年刚上台的时候 其实他有派人 就是派他外交部长到中国去 那到中国去之后谈不容 谈不容什么 因为他们提出的北韩政策来讲的话 中国不买单 没关系 我现在全部靠到美国这边来 那我现在有一个老大哥 挺我对不对 还有一个堂口挺我 日本啊 堂口 我日本我已经搞定了 你现在爱国为什么 都要来南海访问了 对不对 我日本也挺我了啊 而且你知道吗 跟日本跟美国然后一起 角入这个战局一定要必要嘛 所以其实隐习院他其实比嗆一下 比中国嗆的更大 那现在反而我会认为中国根本就不敢动 那你为什么 你说中国不敢动 对 根本就不敢动 你知道因为他有理亏嘛 那北韩的事情你自己没敲好 这时候呢 其实以前亚太地区的所有国家 都有一种印象什么印象 经济靠中国 安全靠美国 那现在不是啊 现在南韩的一个模式就变成说 经济也要靠美国 安全也要靠美国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你看到日本南韩翻过去之后 你看东海亚国家 菲律宾最明显的 他带了一百多个日本韩国的财团 所有财团的龙头全部都到了 他今天所有的言谈 他所有的表现 他的穿着都表达对美国的友好 但更可怕的是 我不是嘴巴讲讲 他已经签约了 在电动车上面 在半岛底上面 他是真的完全倒过去了 李熙悦的作为你探围观子 韩国真的 一百八十度的大转玩了 我只是用一百多的穿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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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